印度最近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我的观点,而是许多西方媒体普遍认同的看法。第一件事,是因为许多人未曾料到,印度在之前已经与加拿大关系紧张。 在不久前的G20印度峰会上,尽管莫迪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西方领导人,却没有正式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反而在短暂的交流中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特鲁多返回加拿大后,立即公开谴责印度政府在加拿大境内进行暗杀活动,侵犯了加拿大的主权。而加拿大也采取了果断措施,驱逐了印度的外交官。 印度虽然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认为这完全是加拿大的无稽之谈,但西方国家为了拉拢印度,却保持了罕见的沉默。 尽管如此,这样的指控无疑给印度的外交政策带来了重大困境。这场外交风波,显示了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微妙地位。 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俄罗斯或伊朗,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早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贴上恐怖主义国家的标签。 幸运的是,印度迄今还未受到如此严厉的国际指责和制裁,但这次事件清晰地表明,即使是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需要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觉。 第二件事,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近期马尔代夫的选举动态。 其次,我们会关注这一政治变迁对于该地区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对于马尔代夫与印度及中国的外交走向。 法新社的一篇报道,以这样的标题呈现了选举结果,清华的沐伊组成功当选,这一政变将可能重塑马尔代夫与其传统盟友印度的关系。 另一方面,美联社的一篇文章揭示了沐伊组被视为清华,并且他承诺一旦胜选就会要求印度撤回其在马尔代夫的军队,并寻求平衡双边贸易关系,因为他认为目前的贸易关系对印度过于有利。 目前,印度在马尔代夫派驻了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包括几架侦察机和75名军事人员。 但是,众多马尔代夫居民对印度军事存在表示了担忧,认为这严重威胁到了马尔代夫的国家主权。 根据最新报道,随着沐伊组的当选,他的政治导师以及盟友,前总统亚明也已被从监狱中释放,并目前处于软禁状态。 西方媒体普遍观点认为,前总统亚明主张遏制印度的政策,但后来被监禁。 与此相反,现任总统萨利赫进行了180度的政策转变,亲近印度。 然而,沐伊组的当选可能意味着,这个位于印度洋的群岛国家可能再次向中国靠拢。 总之,马尔代夫的政治格局正在经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将影响该国内政,还将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定义马尔代夫与其主要盟友的外交关系。 这一系列政治动荡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正展现了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利益交织。 在近期的一条推文中,沐伊组高度赞扬了中国协助建造的中马友谊大桥,并认为这座大桥是中马两国友好合作的里程碑。 他表示,这座大桥不仅仅是连接了两个岛屿,更是象征着两国间的希望与共同繁荣之桥。 沐伊组的这番表态自然引起了印度的密切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开始采取相应行动。 马尔代夫大选已经公布结果,莫迪便是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10月1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沐伊组致以祝贺,并强调印度将继续加强与马尔代夫的传统友好关系,以及在印度洋地区的综合合作。 虽然这表面上看似一片祥和的外交表态,但在莫迪的推文下方,不少印度网民表现出了复杂的心情。 其中一位网民甚至感叹道,无法在发出祝贺的同时掩饰内心的失落,印度支持的候选人败北,不知道印度会否反思,是谁真正失去了马尔代夫。 针对印度这一系列的外交困境,我们不应忽视其深层含义。 首先,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印度。 我一直坚持认为,印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影响力。 从长期角度来看,中国真正的战略竞争对手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印度。 我们要理解,中国和印度都是地区的重要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日渐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这次中马有一大桥的建设,更是展示了中国在国际合作和地区发展方面的决心和实力而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和重要竞争对手,无疑会对这种发展保持高度警觉,积极寻找机会,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以维护其在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印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会更加激烈,更为复杂。 这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更是涉及到地区稳定、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的重构。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自不必过多论述,它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全球领导力早已得到全球的公认。 印度,则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不断攀升的国家野心,被全世界瞩目,成为未来可能会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国家,实力已超越日本、俄罗斯等国家。 而且,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各种友好态度和支持策略,更加明确了印度作为平衡东方大国力量的重要棋子的角色。 我们必须超越个人对印度的偏好或反感,全面公正地审视印度的发展进程、潜在力量,以及其国家志向和外交手腕。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印度总理莫迪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才能。 与加拿大的紧张关系以及相互的指控,如果放在俄罗斯或伊朗,恐怕会处于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但莫迪却能巧妙地为自己辩护,并对加拿大展开反击。 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博弈中,美国和英国都保持了沉默,这无疑显示出莫迪在国际公关方面的卓越能力。 近期观察莫迪的社交媒体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交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 无论是他国领导人的生日,还是国内政要的喜事,莫迪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发出祝贺, 即便是在杭州亚运会上,只要印度运动员获得奖牌,不论金、银、铜,他都会发推祝贺,并且每条祝贺的措辞都各不相同。 这位印度领导人确实有着出色的才能和智慧。 即便是在马尔代夫的情况上,无论他的内心如何想,他都会第一时间发出祝贺,这种做法也完全符合莫迪一贯的风格。 我们应该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和评价莫迪,以及他所代表的印度的国家策略和国际地位。 最后,印度啊印度,一切行为终将回报。 外交记忆固然重要,但外交的实质和价值观更为关键,这才是外交之真谛。 关于加拿大和印度的纷争,在这里就不多提了。 说到马尔代夫,为何对印度有如此浓烈的反感呢? 印度必须深思,重新审视其对马尔代夫的外交政策,反思是否真的尊重了马尔代夫的谜意。 在这个世界上,外表尊重而背后欺压的例子数不胜数。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印度是印度,中国是中国,无疑,中国与马尔代夫的合作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印度也在此列。 但印度能否接受这一点? 还是会不甘心,继续策划针对马尔代夫的新策略。 别忘了,印度在马尔代夫有驻军。 莫迪的策略,穆伊祖总统也需要提高警觉。